大家好 我是颜健 我今天带来的项目名称是 食材净化新境界 我们本次的这个云资需求是500万 数量的股权是10% 食品安全 认准道远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前行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个食品净化机这个行业 某种程度也是个红海市场 你这个这样一个行业 您认为这个市场份额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市场份额非常的大 因为中国的人这个食材方面 的确是有一些不太健康的地方 基本上每家每户都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有个问题 现在很多家庭都去买那个 无稽的 是吧 健康的食品 而且国家对食品安全管理越来严格了 那么这样一个市场份额会变越来小呢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收菜水果或者包括其他的食材 在储存的过程当中 因为厨房是一个高温潮湿的环境 它是很原意支持细菌和病毒的 也就是说你主要是解决 在最后一百米或者是最后一米的那一刻 在你入口之前 下菜锅之前 这么一套设备卖给家庭 用来家庭净菜大概多少钱 像刚刚这个小的话 我们中单市场的价格是不当两千块钱 可以用十年 听起来很划算的 两千块钱又不用添加剂 用十年进化所有的蔬菜水果大米 但是安全和健康之间 还是跨越着一定的这个尺度 而目前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设备进化之后呢 它就从安全跨越到了健康 对 是的 好 谢谢两位这个创业周团团嘉宾的意见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投资盘盘环节 现在有请我们的十二位投资人 做出初步判断 请表决 首先听起来大家都很爱你 这是好事情对吧 但是真爱假爱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根据出钱的高低 所以我的建议呢 现在把第二排给否了 这个于江洪老总始终在力战群雄 全力挺你 第二呢 我个人听下来这个林涛总啊 他说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他都会支持你 哇 这就懂你啊 我的选择是余总 谢谢你 好 谢谢林总